台北大中華新聞 繼續來看中華官警察局基盤就三對三球比賽 今年的比賽說分成國中跟國中 男朋友跟女婦組中間有四組 第一名還有獎金五千元人湯鐵 最後是來去印度八十四幾對五 三百多位的青少年朋友補名參加 簡單的區區議席以後 中華警軍局全港體職來的青少年朋友 有基盤的三對三籃球比賽正式開始 今年賽事總共起因八十四幾對五 三百六十多位選手補名 希望在四個一開始 讓青少年朋友一個正當的休閑五路 我們為了提倡青少年朋友 在暑假有正當的休閒娛樂 彰化線警察局跟彰化分局 在這邊特別舉辦三對三籃球比賽 那我們這次報名非常的踴躍 一共有八十四組隊伍參加 整港來參加這次活動的 副議長康元聯和立法委員 雲修峰也都很討論 像法文教基盤整理好的活動 讓青少年朋友參加 他也鼓勵所有的青少年朋友 在這四個期間 要多多參與正當的休閒活動 每一年我們的警察局都很討論 這個暑假跟我們軍機長跟副議長 很討論 反這個暑假籃球三對三的籃球比賽 這次三對三籃球比賽 可以整個國中族 籃圍族還有高中籃圍族 總共有八十四隊 這幾年可以說 可以說警察局很討論 暑假反這個青春專案 可以讓這些小朋友不要跑跑跑來運動 在每一年的暑假期間 彰化警察局彰化分局 都會舉辦三對三的籃球賽 那在今天就看到很多小朋友 真的非常的有活力 那就是這樣子讓我們的孩子 有一個正當的娛樂活動 那尤其暑假期間 家長都會很擔心 孩子是不是會出去騎車 孩子是不是會到危險的場域去活動 所以真的非常感謝 彰化分局 能夠舉辦這樣的一個活動 讓孩子有一個正當的休閒娛樂 就因為這場賽事 參加的對象 都是2萬18歲 請年輕人朋友 彰化分局也利用機會 進行交通安全的選擇 特別強調 無價值千萬五千騎乘機 大小的新聞長 彰化 彩虹報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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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